哈喽大家好我是八哥 今天老汪女朋友她骑摩托车带我去猜市场买菜 她现在骑的是我新买的这个二手摩托车 我新买的这个二手摩托车是300万老汪币 下来就是1200人民币 现在我骑车过来跟她见面 她今天骑着我的车带着我 然后去猜市场买菜 然后买菜准备去她妹妹家做饭吃饭 因为今天中午她爸爸过来 他准备带着我去见下她爸爸 所以就买卖的菜 然后去她妹妹家去吃饭 跟她爸爸喊她妹妹 还有妹妹 我们五个人终于中午吃饭 所以她现在骑着摩托车带我去菜市场 一会儿去菜市场去买一下菜 其实这个女孩子 冲起来的时候我感觉挺好的 其他方面各个方面我都感觉挺好的 也感觉挺满意的 觉得挺不错的 那就是花钱特厉害了 花钱真的特厉害了 诶实话 让我感觉有点吃不消 我真的有点吃不消 感觉有点承受不了了 因为每天跟她在一起 你先比四五百人比 最少的话也比一百到二百 最少也比二百只有五十分币 做的时候四五百 说实话让我真的有点接受不了 我都不知道还能在老屋待多久 不知道还能在老屋待到什么时候 唉 我都想回国了 真的对着想回国了 老我女朋友现在跟我认识 半个多月了 现在半个多月了 现在半个多月时间 上去的还行吧 还差不多 但是中间也吵架 上去的正常同价 时刻到的许多同价 首先就说算数不大了 所以首先回来回来找我 可不可以继续她 我跟她说说她花钱结尾的 但是她 她好像一句比较轻易 她好像就是 花钱这方面她也让我有点不满意 嗯 现在都要打菜市场了 我们准备去买菜 然后在这停摩托车 这是我新买的摩托车 现在停好摩托车 老挝折车的话就是四十了 然后现在头疼满 压力大 压力大 现在她过来带我在这买点青菜 其实这青菜还是挺便宜的 还是非常便宜 下来的话也没多少钱 也就是个五六块钱 她现在准备带我去买青菜 这个市场卖什么都可以 卖菜的很多 卖衣服的也很多这个市场 嗯 老挝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她每隔几公里 就有一个这样大的一个菜市场 然后去卖衣服卖菜 什么都有 反正是材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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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俩过来这买青菜 这会儿她在选这个生菜 这个生菜 还有这个葱 还有这个薄荷 香菜 这个东西下来 一万五块 一块钱 这个还比较便宜 我觉得还挺好的 本来我说她跟我出来买菜做饭 我觉得还是挺高兴的 我说那可以省点钱 没想到今天 跟她爸爸还有她妹妹 她妹夫 我们几个人吃饭了 我们五个人吃饭了 最主要是几个爸爸吃饭了 结果她买了虾 就买了80块 我觉得这是一个贵 心里有点不贴劲 现在她买西红柿 西红柿她们买 嗯 我这个地方 她这个菜 感觉都没有那么固定的好 菜都长得特别小 她这西红柿都长得特别小 然后刚刚把菜买完了 现在过来买这个米粉 这个米粉也没多少钱 也是几块钱 这个也便宜 这个米粉好像是个 三块钱 这个挺便宜的 这个挺便宜的 然后等我她还买糯米饭 嗯 糯米饭的话 也没多少钱 也便宜 我都喜欢吃的糯米饭 现在买完这个份了 你过来买下的 这个是 现在这种最贵的一个东西 米饭吗 这样最贵的一个东西 这个 这个 这个虾 这个下来就说80块钱 嗯 老我女孩子都特别喜欢吃虾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老我人好像都特别喜欢吃虾 他们觉得吃虾 就是特别开心的一件事情 啊 他们觉得在这个吃吃的过程中 能吃到虾就是特别开心 嗯 而且是也特别有面子 因为他们这个大的聚餐 或者是嗯 大家在一起吃饭的话 这个虾感觉还是 就是 嗯 基本上经常有饿点的 反正我是不怎么喜欢吃虾 老外人特别喜欢吃虾 然后买这一瓶这个 这个吃虾的一种佐料 就这一点 现在就是80块 哎 我已经在脑子 我看那个心字低血了 真的心的低血了 那里山大 那些现在都是花钱如漏水 那些钱是不几 嗯 挣不到多少钱 花钱快点要死 其实在老挝,大家都说老挝消费便宜 其实老挝消费也不便宜 我感觉这个价格比公里还贵 所以老挝的话这个钱也不挺花 这个几百块钱也是一下 刚给他20万 这个一下 准备付钱了 这个 老挝这边如果钱也不得花 一千十十平均也得几百块钱 人家比花 就这出来一下子买个菜 四十 明白 现在过来 在这儿再买点其他的东西 他又买了一家 买一家这个 可能老挝当地的这个什么菜 不知道叫什么 不知道怎么说 开一点这什么肉 还买了一点这个 还买了一点这个 你看看 还能够出去叫胖老挝 拿我这种好多菜我 在国内有时候我教不上东西 而且也不习惯他们的这种菜 他们卖的这种菜是在这个里面 用这个木头然后打碎的这种 什么炸虾花的菜都有 我这说不然有西红柿又咬鸭葱 这花有三百零 这花有的菜 花有的 花有的 这个样子然后装着这个 收到袋子 然后吃回去到这盘子吃 咱们吃都是用刀切碎 把这菜切上丝 然后一朝他们别是在这个木头里面打 打碎 然后吃进去 就能吃到这种菜 可以吃到这种菜 但我来吃到这种菜 可以吃到这种菜 但是我来吃到这种菜 在老婆贪恋真不容易 在老婆想找个老婆真的太难了 在公里找老婆发钱多 在老婆找老婆也是发钱多 也没那么多 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回屋 不知道能坚持的什么时候 现在来了我已经差不多快两个月了 现在买完菜了 你两个吃什么都不知道回屋 现在跟我吃了很多菜 吃了很多菜 她要再吃那种 她现在正在跟朋友聊下呢 没了 没了 这是我新买的20摩托车 现在骑摩托车的 整个都行 我感觉她骑车比我骑手还好 比我骑车还好 因为我不喜欢经常骑摩托车 我这国内的话 都坐地起坐公交不得不够 但是在老婆不一样 老婆人是每天都骑的 亲身都骑的 所以她骑那个路就骑手还要骑 老婆说一下这个路 没钱了 太长了 你看万象的路 除了走看道是沈泥路 比较平水之外 然后到这个小的地方 就是那种岔路上 全都是这种 下水 我晓到时候就是坑 特别拿着 一下雨 都是水 你看 你看 看完 看完 现在看上去 然后这段时间是 我现在看上去 我现在看上去 我现在 今天的话就是有点热 但是 突然太热 老婆的夏天没有他们 国内的夏天 是 咱们国内的夏天真的特别热 哈喽大家好 我是巴哥 今天中午的话 老婆女孩 她起摩托车 带我去菜市场买菜的 然后买菜 然后准备去她妹妹家做饭吃饭 因为她妹妹 还有她妹夫 还有她爸爸今天中午都要回来 所以她 今天中午最主要是 带我去她妹妹家 然后接她爸爸 所以今天就去菜市场去买菜的 今天买了 差不多40万的菜 下来只喝人民币有 差不多160 还有啤酒 饮料 乱七八糟的东西 总共买了 160人民币 说实话 我感觉压力特别大 真的压力特别大 就光那是虾 还是那是毛豆 总共就是20万80块钱 老婆这个虾太贵了 我感觉老婆这个虾真的太贵了 好贵 就那么一大袋虾 就是80万还有一点毛豆 其他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总共加起来的话 就是个差不多80 还有啤酒 加起来差不多就80 反正就是160万的菜 其中虾就占了80 这个虾菜贵的 我感觉买的特别心疼 特别心疼 今天她起摩托带我去菜市场买菜 还有她妹夫一起在出租吃饭 今天又花了160 然后周四又花了4 差不多50 今天又花了200 然后 刚刚她还问我要了50万 这是差不多就是个100万 今天一千又花了400块钱人民币的 哎呀我感觉压力好大 真的压力太大 不知道该怎么办的 还不知道要不要再老婆继续继续待 嗯我现在也搞不清楚 我说这会我头有点痛 嗯头特别痛啊 不知道怎么回事 反正就是 嗯 在老婆谈对象的话 这个花钱压力真的还是挺大的 我一个人的时候花钱压力还能小一点啊 基本上还花不了多少钱 每天吃饭 嗯住宿 也就是个最多20万 也就过了一个人 嗯 但是现在谈恋爱的话 跟你朋友在一起 这一千 最少得50万 最少得50万 有的时候就得100万 嗯 这个 花钱压力真的还是挺大的 哎呀我感觉都有点撑不住了 嗯 不知道什么时候回国 现在心里还没底 嗯 但是我觉得这个女孩还是可以的 还是能谈 其他地方我都挺满意的 最多就是这个花钱太厉害 这一点让我 让我还不满意 真的还不满意 因为毕竟我也是打工的 我在国内也是打工的 我也不是做生意的 我也没有多少钱 我也是普通的公司借从 一个月在国内的话也挣个五六千块钱 嗯 嗯 在老我的话我也想不上 经济特别好 经济也算是比较困难的 所以这个每天 这样花钱对我来说 还是压力挺大啊 还是 有点吃不消 真的有点吃不消 我现在 跟他在一起花了好几千块钱了 嗯 感觉还是能成的 嗯 但是据说就是这个彩礼 我现在也不敢拿 再一个就是 要是有孩子的话 我就敢拿彩礼结婚 嗯 现在就是让我再老婆当什么女婿呢 他其他方面我感觉都挺好的 都可以 对我说实话也是挺好 也是可以 我也挺满意的 但最 最多就是花钱 太厉害了 这个我感觉是老婆女孩子一个通病 老婆女孩子我感觉都花钱都挺厉害的 嗯 因为他们的这个消费观念 跟咱们中国不一样 他们的这个消费思想跟他们中国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咱们中国人都是喜欢撑钱 喜欢节约 呃 就是花钱的话都是 就是计划着去花 有多少钱办多少事 然后就是 每个人发的工资可能计划着要花一个月 但是老外人的思想他跟咱们不一样 他们就是今天有多少钱 他就是这几天把它就花完了 他不想呃 没钱的时候怎么怎么办 他只只想有钱的时候 有钱的时候该怎么办 有钱的时候他就喝啤酒吃喝 然后去玩 没钱的 反正他就是 到处借到处找 反正就是 就是这样子情况 所以他花钱的这个方式 咱们中国人还是有 有很多接受不了的 有很多方面接受不了 我就接受不了 因为他们这个 花钱有时候太厉害了 我感觉他好像花我们的钱不心疼 我是这样感觉的 真的我是这样感觉的 哎 随随便宜几十万就 就花出去了 一千随随便宜 花几百块钱人民币 他们一个月的工资也就是个 八百块钱人民币 但是他们一千花几百人民币 我真的是理解不了 想不通 好 今天这个视频就聊到这里 睡门 来 谢谢观看